国家消息来看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滩 出现了惊人的水龙卷现象 这水龙卷沿着海面直直朝沙滩方向奔去 景象相当害人 而这段画面拍摄地点 在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海滩 原本悠哉在享受阳光跟细水的游客 那么看到水龙卷逐渐接近 立刻下的四处奔逃 而水龙卷登陆沙滩之后 扬起了一片沙尘 有男子还被强风给吹倒 好在是没有受伤 那么事后在水龙卷登陆没多久后 旧小赛 除了沙滩上散落四处的桌椅之外 好在没有造成损害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